烏克蘭局勢持續緊張 有傳媒引述美國官員表示 俄羅斯目前已集結全面入侵烏克蘭兵力的七成 新加坡聯合組報一篇分析文章認為 烏克蘭危機是近二十年來 美國對烏政策尤其是策劃2014年反俄政策的延續 亦涉及北約組織基本存在的目的 該文章指出 這場危機的核心是冷戰結束以來 北約不斷東擴 加上華府拒絕承諾 未來不會囊括斯拉夫文明的起源地烏克蘭 觸及俄羅斯的國家靈魂 而對於北約來說 該組織首任秘書長伊斯梅著士 概決的組織使命 也即是他、我、納美、益德 至今仍然未變 他、我固然是這場危機的中心點 但同時美國總統拜登撒有介事地表示 歐洲各國立場完全一致 其實已暗示北約內部嚴重分歧 特別是德國明確拒絕向烏克蘭提供防禦性武器 以及德國海軍司令 赦恩巴克 因為公開表示要尊重普京而被迫辭職 再再揭示烏克蘭危機的益德成分 不過該文章亦指出 近幾十年來歐洲局勢出現巨大改變 北約越來越難維持原本的三重使命 雖然華府借烏克蘭危機 成功阻止德俄核心的出現 但德國在經濟上主導歐洲 是無法阻擋的趨勢 而特朗普以來 美國民粹主義流行 亦導致德國越來越難 在美國的防務保護傘下 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 遲早會向法國主張的 歐洲獨立防務政策靠攏